好 各位同学啊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来讲 short cut 里面一个我们也常用到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有时候每个圆圆的啊 或者符号的标记来特别对某一个物件做某些指示跟说明啊 这个基本上我们去编辑已经图像编辑或者影音的编辑 基本上已经不是电影了啊 更多的是一般生活的或者甚至一般说明性的 那他有很多编辑的动作可以增加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给那个箭头啦 给那个圆圈啊 是把马赛克啊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用到的 或者常看到的 我们今天就是很简单来讲 给他一个符号上指示 好不好 给他一个符号上指示啊 那我们呢 打开专案好不好 我们打开专案 有没有 这可能 对对对 我们这个就是之前测试的还在啊 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 哎 猫 就会是这样子啊 猫 他就是这样子啊 重点是这个符号怎么来了啊 当然你可以网路抓 那符号是什么样的符号啊 那整个东西呢 我们要来讲解这个东西好 那同样的啊 我们到那个GRAVIT这个软体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图文整合里面采用图像 处理图像的软体 也许是SVG号那个 向量档啊 像刚才那个就是向量档 就会这样 那我们找到19201280 这个就是我们video的大小 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video大小也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先让他 按这个缩小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画布啊 按这个东西就1% 整个画布会出来 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圆圈好不好 我们很简单先做个圆圈 做箭头啦 找到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软体你锁了 你很会做各式各样icon 你就可以做的很漂亮啊 不用 只在网络上 只能在网络上找啊 好 那什么意思呢 各位我们要画个圆圈好不好啊 我们来画一个圆圈 按shift键啊 这样圆圈大小就出来了啊 这也不用太大 因为我们要存SVG档 SVG我们讲过的像样档 拉大拉小都不会产生变化 所以它的大小 某个角度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算出来的啊 所以一个你看得到的舒服的状况就好了啊 好 那拉出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因为我们刚才能看到 圆圆只一个圆圈嘛 好 那我们讲过了 我们给它做一个什么 这个是路径 对不对啊 我们给它的一个路径做一个什么圆圈 有没有啊 给它一个圆圆的圆圈 给它8好不好 OK 对吧 8有了 怎么一开始就出一大旺了 我们先把它改成那个 先把它改成那个什么去了 那个这个叫什么 路径啊 要把它改成路径 改成路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啊 把它改成一个圆圈 就会是这样子啊 其实也不是的 刚才我那个输入法 没有没有把它切入正确啊 好啦输入法切入正确就出来了啊 8有没有啊 这个是8 你如果觉得太小啊 可以的啊 然后呢 这个加颜色 这个地方 Fear 这个地方加颜色啊 跟加这个色好不好 跟他们说7个 看出来没有啊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如果在看到这个 serve subject 你就会看到 果然是向量图了 有没有 向量图了哈 存成向量图啊 它就可以说放大缩小 这我们理论上讲过了 放大缩小都不会产生变性 那比较好用啊 就是这样子 好那怎么办 存档啊 把它存起来啊 这个 point啊 我们把这个存档存起来 对不对 把它存档存起来 好 这个地方有个加号 对不对 就是要存档啊 那存档什么svg 我们今天讲向量档啊 怎么去处理向量档svg啊 向量档svg好 储存啊 好 好 那我们储存到 我看一下我们是储存到 我们储存到图片了啊 图片好 然后呢 今天是0 0802 AAA 注意哦 点svg 我们讲过了啊 那这个软体呢 储存的时候 不会主动给你 你不会主动给你那个 复党名啊 所以你要加入复党名 那可能是我没有设定啊 我怎么样 其实如果你的自动有复党名 就是ok 没有一定要记得加复党名啊 因为在 shortcut的时候没有复党名 会产生很多 来你处理的事情啊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复党名有了啊 0802A储存有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了啊 好图片 这个 0802 有这个 有没有啊 这个就是0802AAA 就是这个啊 我们看到我们 点两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 哎啊 很圆有没有啊 这个就是我 你看 刚才我们做这么小 怎么放那么大 我跟你讲 你放多大多小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向量图啊 他才不管你大小 他永远可以算出 向量图用算的 那就可以算出很漂亮的东西 这个结束了啊 然后呢 我们就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就这个地方 好那我先把这个影片拿掉 好不好啊 SLETE 好那我们从头 做一次好了啦 这个东西呢 在资料库里 这个地方有没有啊 这个地方 按一下就不见了 剪掉就不见了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啊 就会是这样子 哎 好了 这个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 应该你也会了 把影片调进来 我现在调两个影片进来 对不对 我现在就两个影片被我调进来 这个影片呢是在下面这里啊 然后这个影片是在上面这边啊 这个你应该 我反而我就不从头教了啊 所以你可以跟他看啊 你可以跟他看啊 我们现在播看看啊 播 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那天讲的啊 这个就PNG档之类 PNG档是不是出来了啊 然后怎么办 PNG档上面呢 再加一个那个符号 对他加以说明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 等一下 我现在是有一点点 好啦 我重新教了吧 心不安 有时候看你 看你的东西 同学也不是 一路跟着过来的啊 那有时候就是要要要把他看完才会有感觉好 那就把他散光光散光光 散光光啊 散光光散光光啊 可以然后呢 我们老样子啊 开启档案 开始去抓档案 对不对 我们抓呢 抓我的是影片啊 然后这个是我要的吗 把第一个抓进来 可不可以 第一个 影片进来了 有没有 好 看一看对是这一个 各位按 按加 这个是我们影片进来我们看影片的状况 看完了要 把他抓到资料库来啊 这个第一次看的同学呢 像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讲一遍 这个呢把档案呢叫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播看看是不是我们要的 要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档案叫到资料库来 你这边有list 这个就是资料库啊怎么样 抓到资料库的按这个加号 他就进来了或者直接把他拉进来也可以啊 基本上呢 有这两个 有这两个动作可以处理 那我们比较简单啊 按一下就加进来了啊 再来抓第2个档案啊 第2个档案呢就是去背图啊 我们讲过的是一个去背图 然后开始找到我们的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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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找到去背图啊 AAA 我们看一下 AAA在哪边 这个 BBBB 看齐 就这样子啊 这是去背图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图的长度 他不是照片吗 因为他 变成 video 所以中有一些预设的长度 他预设很长 你看 秒 10 这是天 哇 不管 他跑了3秒就停了 预设值 加进来 预设值他就是4秒 换句话说你如果抓到video来 他的长度3秒多 差不多4秒 OK 好 这两个都有了 那我们再来抓我们刚才那一个好不好 开启档案 刚才那一个 多少 08 08 02 是不是08 08 01 08 SVG 把他抓进来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video 两张照片 这个是PNG档 区别档 这个SVG是向量图档 刚好我们也透过这两个东西 实地的操作以便 不同档案 那个JBG一般的档案 我们已经教过了啊 刚好这三种我才看到的档案 那怎么弄呢 好各位 好 这个还没有输 还没有拿掉 去除啊这边都空空了对不对 先不管啊 直接拉一个进来 然后第1个轨道有了 就是这样子啊 第1个轨道有了 然后再 增加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呢我们把什么 区别图抓进来 可不可以 可以 区别图 播看看啊 开始有了 有没有 一般照片跟区别 一样 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顺便来理解啊 回到 堆叠跟叠加的作用有没有 对不对就这样子 啊 因为秒数字一样嘛所以你看放出来长度都一样 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啊 所以呢各位来看 播 这时候呢三张照片要叠在一起的 一般的video 然后呢 猫的照片跟这一张 那显然就是这一张大小 我们讲过的这个叫 大小跟位置 对不对啊 大小跟位置按这边啊 按这个图形的地方 一样滤镜大小位置 有一个我们常用的 增加滤镜收藏常用的 尺寸位置与旋转 出来的 有没有 尺寸位置与旋转啊 按Shift键 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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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你要的地方啊 再调整一下你的位置 告诉人家说 这只猫就是我要的 对不对啊 再来看一遍呢 等等等等 等 有没有 有没有出来的 有没有出来的 就会是这样子啊 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啊 那很多人说 那我可不可以先猫出来 那个video再出来 可以啊 这个你讲过 调整什么 调整这个长度就好啊 调整这个video的长度 对啊 好 滑鼠移到这边 有没有一个绿绿的 绿绿的就是开始往内缩 稍微往内拉一下 可不可以 往内 往内拉 哇当掉了吗 要不然这个看看好了 怎么拉不进来 拉进来啊 你看 拉进来往内拉也可以 然后再往后拉 这样子有没有啊 这样子他的长度就会 长度跟他长度就不一样啊 这时候呢就会开始稍微有点变化 好猫出来 远远的出来 远远的结束 猫结束 就基本上会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就会了 再按一下播放新单 我们今天有三个 注意今天我们讲 PNG党 跟SVG党 一定要付党名 这样子 那个 小卡的才能够处理了 看到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基本观念 你操作一下 会了 复杂了以后再说 这堂课是基础的课程 然后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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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